否決茶滅聲,明天遊行,你要發聲 新聞自由 不是給我們天下降 可能不出多久,所有人都要收聲 真的不能夠說,說的就不會是真的 他們撐新聞自由,還錄了這些聲音藍絲帶 呼籲市民參與記協明天的反滅聲遊行 反滅聲遊行 反滅聲遊行 撐人民自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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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聞自由是去到很危險的境界 一起去撐那些很勇敢的新聞界 撐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泛民議員都支持 再不行動,以後大家只能夠靜默而活 可惜新聞界越勇者越多災多難 李慧寧被滅聲 無意已提出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在立法會調查事件 只不過呢 李慧寧是誰 我當時真的不知道 這些小爬蟲 為何要拿來立法會要P&P 這麼大件事 李慧寧是誰 我也不知道是誰 好耶 看來的網民又要改定圖了 一個議員 沒理由不聽新聞 這就是很簡單的事 所以說你低字 低字式 誰知道低字 惠寧反駁說 跟黃定光認識了很多年 經常有聯絡 要不就是他年紀大忘記了 要不就是公然在立法會上說謊 那黃定光是誰 告訴你 最喜歡在議會 這樣那個 有寶王黨在護航 結果P&P動議 就在內會被否決了 真相未有得大白 唯有靠大家繼續監察 我們不想見到這個地方 繼續這樣 腐化下去 2月23日 參加這個星期日的集會 紅 成為